画面上是来自全国多个县市 45支队伍的蹂躏球选手 齐聚在基隆体育馆以舞会友 这是由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体育会 共同举办的112年全国蹂躏球锦标赛 基隆市政府也全力支持 市长谢果良特别感谢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多次争取全国性体育活动在基隆举办 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我们每一个体育活动都几千人 这个要感谢基隆市里面好多的贵人 尤其我们市长 最大力的是全国理市长郑理市长 他不是出钱出力 我刚才讲他很努力全心投入 专心又用心 希望这个活动这个体育活动 会带给大家快乐又健康 我们因为郑锦舟理市长在体育界 在全台湾都非常的认真卖力 那也争取了很多 几乎全国性的规模的活动来到基隆举办 所以基隆在体育界方面 其实是拥有全国性的一个相关的地位 那我们觉得非常感谢以外 我们市政府也会支持更多的体育活动 体育赛事在基隆举办 非常谢谢我们汪女市长 他第一班从左营六年多赶来这里给我们开幕 也非常谢谢他出钱出力 而且很多大的活动都办在基隆 对基隆爱泰 所以这地方我们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非常谢谢汪女市长对基隆体育的支持 也非常谢谢我们谢国两市长对体育的支持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市议员也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 包括前议长宋伟丽议员 市议员何淑平 市议员施伟正 市议员韩世玉 市议员陈怡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都到场共襄胜举 做容易球运动的好朋友其实很多 沛祥在这边祝福大家 今天能够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还在比赛好成绩之外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好开心哦 每年我们都要齐聚在这边 全国楼梨球的这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 在今天一起举行 那文庭在这边祝福大家 越运动越健康 紧接着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 举办活力健康舞警标赛的建德国中现场 与大家一起跳带动唱 市长谢国良也肯定各队伍选手 借由跳舞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也透过运动结交好朋友 享受健康人生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